大政治 大包掛 大家一起來解掛 政黨惡鬥 Shut up 無色覺醒 Welcome 觀眾朋友午安 我是周玉琴 午安 我是王鎮 新內閣在今天交接 法務部長蔡清祥 他到底會不會執行死刑 大家很關心 我們要聽聽他今天到底怎麼說 還有教育部長葉俊榮 他兩個月之內 會處理好拔管案嗎 在今天雨帶玄機了 好 不過我們回過頭來看看 民進黨拳彈會 昨天跟上了世竹賽的熱潮 縣市首長這參選人們 模仿德國隊穿著亮相 雖然說是吸睛 但是哪一隊不好挑 怎麼偏偏挑上第一輪 就淘汰掉的德國隊 淘法國多好對不對 拿冠軍了是不是 好 那麼民進黨的要角 好像最近個個自我感覺良好 比方說蔡英文 火力全開 炮轟國民黨 列出了七大罪狀 也列舉了民進黨的九大政績 還有賴清德 他可是用了100多張的投影片 系數25項施政 認為經濟 長照 販毒 空污 通通做的都比國民黨 還要棒 還要好 蔡英文針對兩岸關係 他質疑別人是買半 他自己維持現狀的提案他不要 反制大陸的提案 就立刻裁事處理 難怪最新的民調發現綠營慘輸 但是針對民調 段儀康有話說 他說民調差是改革太慢 該壓就要壓過去 這就是我們的執政黨 要開始推土機把我們壓過去 說到民進黨從全代會 然後看看最近的一些新聞風波 我們發現民進黨 現在都在玩角色扮演 一下要扮演德國隊 穿這個量身訂製 蘇萊的西裝 裡面要穿黑色的Polo衫 穿白色的球鞋 就像德國隊 他們每次出來穿Hugo Boss 的西裝一樣 一樣衣服很像 但人不一樣 感覺差很多 拜穿德國隊一個個190幾公分 身材筋實 五官深邃 輸個由頭 帥 民進黨這些人穿起來 怎麼看都有一點怪 剛剛玉琳講到了 他們說足球 看足球 搭世足賽的熱潮 然後在全代會裡面 告訴大家國民黨七大罪狀 民進黨九大失政 還有25個戲目的失政成績 要告訴全台灣的民眾 改革要挺下一代 我們很好奇 民進黨現在是覺得國民黨 還在執政 什麼事都要跟國民黨比 國民黨當年就是不好 他不好才換你們上來 結果現在你們比人家好一點點 或者是你們自以為好一點點 就拿出來大肆大家的宣傳 綠能 核能 用電危機 烘烏 真的做得比國民黨好嗎 國民黨不好的你學透透 國民黨有好的地方 你反而通通不要 這不是滿奇怪的一件事情嗎 全代會裡面講了什麼 民進黨怎麼跟國民黨 互相 不好意思 比爛 我們今天要好好來探討一下 好 講到了角色扮演 除了扮演 德國球員 德國隊的球員之外 最近民進黨的新聞 跟酒駕有關係 大家算一算不得了 從2011年9月到2018年 剛好18個民進黨的政治人物 通通碰到了酒駕的危機 18個 所以現在民進黨 也要扮演18童人陣 18童人陣 還是說剛好分兩隊 9對9可以打棒球 講到酒駕 當然就是行政院信任發言人 古辣斯 他說他學到教訓了 他說他以後不可能 就趕了 問題是曾經有過這樣紀錄的人 是何當行政院的發言人嗎 第一個挑出來 幫他掛保證的是誰 徐國勇 保證他可以升任 保證他以後不會再辦 上一個徐國勇掛保證的人 叫做吳茂坤 保證他沒問題 保證他絕對可以解決 管宗敏的疑慮 保證他可以把台灣的高等教育 帶向更好的地方 所以徐國勇的保證能聽嗎 但今天我們也要好好的 深入來討論 先介紹無色覺醒來賓 第一位 中文社報社長 歷史作家王峰 王社長 各位朋友大家好 最狂的曾教授坤壁 主持人大家好 還有聶老師 寧靜忠 各位觀眾大家好 私人媒體人 政治評論員鄭師誠 主持人 各位觀眾朋友午安 還有賴立竹 立竹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再為您介紹 兩位國民黨女性立委 柯志恩委員 各位朋友大家好 王玉銘委員 大家好 還有民進黨台北市議員 我們張茂南議員 午安 大家好 歡迎大家 講到了人藥衣裝 確實 雖然說比不上德國 對那種男模身材 但是穿了定製 量身定做的西裝 穿一個黑色的Polo衫 再穿一個白色的球鞋 像不像也有三分樣 宣誓的叫一個決心 打造的叫一個形象 告訴大家說 改革挺下一代 所以走一個年輕 而且搭上市族熱潮的風格 好啦 我們就先不講 比如說林佳龍市長 蘇貞昌老縣長 還有這些等等 要參選縣市首長的人 穿起來跟德國隊比起來 誰好看 誰不好看 這種沒得比 拿什麼比雞腿真的不太對 但是我們就來看看 德國隊穿的叫做Hugabos 沒錯吧 但是我們的民進黨 穿的是一套日足7000塊的西裝 當然有網友覺得說 日足7000塊 即使你到一些平價的西服 去買可能399就有一套 7000塊其實有點貴 覺得這個錢花得不太值得 不過也沒關係 畢竟訂做的 好看最重要 但是就當民進黨 想要跟年輕人掛鉤 想要跟市族賽打熱潮的時候 大家發現了 民進黨穿這樣 跟今年市族賽的德國隊 在命運上面 特色上面 好像真的有一點類似 比方說 來 中間我們幫你整理了 上一屆全營 當然上一屆德國冠軍 這一屆16強 拜拜回家家 所以今年這一屆 會不會輸光光 哪一屆 2018 2020 會不會民進黨跟德國隊一樣 上一次全營 完全執政 下一次選舉 會不會就酥料料提早打包回家 再來第二個 總教練被罵翻 但還是不肯下台 德國隊 總教練的調度被大家罵到歪掉 亂七八糟的戰術 防守亂七八糟 調度也很奇怪 被大家罵到歪掉 怎麼跟我們台灣現在 這個行政團隊的總教練 我們的賴院長有一點像 被罵翻 但打死 就是不下台 也沒有人可以換 再來第三個叫做 該選的不選 老人玩大風吹 對 德國隊其實很多心血 但是都沒有加入 這次的國家代表隊 導致在世界被踢得這麼糟 老人大風吹 對 都是那些老人 老人很厲害 但老人的招數 很容易被人家看穿 被人家抓住 你上街冠軍 大家當然鎖定你的進攻方式 你的防守風格一一破解 然後你又玩不出新把戲 所以才會打得這麼糟糕 再來看到第四個叫做 騙術 畫術 都被民眾看穿 這個原文是講說戰術被看穿 但是放到民進黨身上 就是騙術 畫術 都被民眾看穿 但看穿了 他們還自我感覺良好 覺得大家都不知道 再來第五個 真的該換血了 看一下你的名單裡面 老的一大堆 德國隊老的一大堆 換了年輕人 換個新打法 有個新氣象 讓球迷 或者讓台灣民眾有新的期待 會不會好一點 所以說民進黨選了 德國隊的這個形象 來包裝自己的縣市首長 候選人在拳代會上面 網友馬上放出這些共同點 看一看 還真的滿有道理的 來 我們先請施誠來評論 上屆全營 這屆輸光光 總教練被罵翻 還是不下台 該選的不選 老人大風吹 騙術話術被看穿 還自我感覺很良好 如果你要follow風潮 你得跟上這個訊息的腳步 德國隊沒錯 一開始最被看好 現在人長得最帥 體格最好 他的在運財的賠率也最低 可是對不起 剛剛兩位主持人講得非常好 因為總教練的失策 所以他只贏了一場 第二場 第一場0比1敗給墨西哥 第三場0比2敗給南韓 這樣的一個球隊 對 你把他拿來比 我們剛好最近南韓也加薪了 他們薪水是台灣的1.74倍 我們剛好也輸南韓 你知道德國隊最被看好 可是最後輸得最慘 我們有些採謎 常常開玩笑 德國在俄羅斯什麼都打不贏 戰爭也打不贏 足球也打不贏 我要講什麼 如果你要follow這種風潮 你必須follow比較 相稱於你想凸顯你團隊特色的 這樣的一個足球隊 你怎麼會找德國 有突選 這是特色不在這裡 對 突選得滿好 好多相似之處 不是 我相信民進黨是想 用這種方式 跟這個年輕人 配合在一起說 你看我有follow 這個氏足賽的風潮 你看 follow到德國隊 一個一個長得多好看體格也好 對不起 德國隊 也只有長得好看體格好而已 其他什麼都沒有 然後我覺得他唯一跟德國隊 有一個更像的是 德國隊裡面有個老將 比輸了之後還跟觀眾嗆聲 這跟這個團隊滿像的 很像 這個也很像 對 很像就是 反正不管我後面政策是什麼 反正我跟你嗆聲就對了 如果你要比德國隊的話 真的德國隊最後就是 以失敗中場 你要比也比法國 比那些比較好的國家 甚至科羅西亞都行 科羅西亞本身 雖然只有一個400多萬的國家 可是他奮勇爭先 到最後一場 我以為他會擺所謂的鐵桶 鐵桶真的就是 準備跟你玩PK 沒有人家一直踢一直踢 這才叫精神 我再強調一次 如果你要follow這個風潮 請比對國家 比德國 我覺得最後的結果 就跟德國的下場是一樣的 施生說要比法國 比科羅西亞 但你有想過法國的感受嗎 法國可能心裡會覺得不舒服嗎 所以說這個想法 我不能說不好 滿有創意的 但是明明你拳代會在舉行的時候 德國早就已經 淘汰了 回家了 你還把德國這一套拿出來 第一個就讓人家覺得怪了 有點看小歡 怎麼會自比一個提早打包 上屆全贏 這一屆酥料料的德國隊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訂制服訂太早了 對啊 再看看下面這一些 尤其第二組 來 這個我相信志文委員很有感 總教練被罵翻 但打死都不下台 我就是要在那邊 繼續帶你這個團隊 來台灣作亂 好像真的滿像的 對 但是我還是要幫民進黨的 全代會講一句話 我覺得他們這些候選人 穿著這樣的衣服出來 是昨天最大的亮點 也是唯一的亮點 連這個你們都批評 我們沒有批評 我們就滿好的 對 連這個都批評 昨天全代會就從頭到頭 就是華麗登場 那就不是像德國隊一樣 就是失敗收場 給人家一個Credit 所以我覺得這些人 穿著這個西裝的話 真的7000塊還是有凸顯出 本來 你看 這穿著 如果說算一般他們這種 穿著這種打扮的話 完全不能凸顯執政黨 現在有這麼多資源 當然是7000塊要穿出來 果然還是有點亮點 這是要給他肯定的 不過我們還是談到 這個實際的一個戰績 你說總教練 有 我們的總教練 現在也是要換很多人 不看現在內閣團隊 不是今天才五大部會 全部都上場了嗎 他就是感受到過去 都是老男男的這個部分 他也還原呼應我們今天的說法 也把一些人給換上來了 只是換上來之後 到底有沒有換得更好 我們就可以一一來檢視 我可以說是我比較熟悉的 像我們的教育部長對不對 教育部長當然是大家最期待 不過我覺得民進黨很厲害 他們完全打了一個心理戰 因為剛剛誰放出來 風聲是找我們的管閉領館委員 大家就全部完全在台風天當中 覺得是很驚恐的一件事情 後來之後你換上了葉俊榮 大家覺得一比較起來 好像也還好 你看 這支心理戰打贏了 網友都說 那希望管媽來當好了 沒有 以我們來說的話 我覺得我還是要聽他講一句話 我對這個葉部長 還是有某種程度的一個期待值 因為他畢竟是一個台大人 很清楚台大的一個狀況 我知道我們的昆批教授 在這個地方 他等一下可以來補充 我們就來看看葉部長 他今天一上台之後 就是要給台大 這三條路來做選擇 但是我聽完之後 我很多的期望值就完全落空了 為什麼 你一一來解釋 他說第一條 完全就是像 第一條我稱他為吳茂坤 延續吳茂坤的一個條款 也就是希望台大能夠領選 重新來領選 這是符合社會期待 如果要重新領選的話 我們為什麼要走掉 兩個教育部長 第二條路 他說我們就回到所謂的塑苑 但是這個塑苑 行政塑苑可能要打兩三年 這樣對學生的權益來說 真的是有問題的 所以第二條路也不選擇 他就提出了第三條路 大家要仔細看了 什麼叫第三條路 就是要跟台大 教育部跟台大 來好好的做溝通 這點我真的要提醒葉部長 我尊重他是一個 在學術上很有道德權威的一個人 但是他太不清楚教育部了 第三條 要跟教育部跟台大好好溝通 過去兩任部長沒有溝通嗎 對不起 12道金牌 然後台大的人事處主任 已經到了教育部多少次了 來來回回的這個電郵 還有包括電話溝通 溝通非常多次 但是溝通無效 所以你今天來告訴我說 你第三件條件的話 是要來跟他好好溝通 那你就看看過去的歷史 並不是溝通就可以了 我勸葉部長 你真的要搞清楚的就是 你要把教育部背後的零 背後零拿掉 你後面有多少的獨派的人 在做一些的指揮 我可以非常明確的告訴你 以後端然在下指導期 而且告訴大家一個非常 新的一件事情 台大前幾個禮拜 重組了他們的行政團隊 而這些行政的團隊裡面 其實有很多都是前校長的人馬 楊校長的一個人馬 這些人馬一進駐這個行政團隊之後 那是否在8月當中 就開始有他們的校務會議 是不是整個的結構會被做一個改變 然後從台大的結構一改變之後 從台大自發性的 覺得他們可能要領選校長 這樣是不是教育部跟台大 彼此之間就達到好的溝通嗎 這件事情我們可能就要 好好來做一些的觀察 我只能說教育部長 就是你剛剛回應到 總教練換上的人 是不是可以足以帶量這個團隊 打贏勝仗 我們就看看你選的這些人 我指出其中的一個 前鋒 你這個前鋒 要把管案當作是你第一個 處理的要務 前鋒有沒有辦法帶頭來破門 那就看看你這個管案的 最後的這一腳 你是怎麼樣來踢的 所以我們還是寬容一點 給這個總教練 既然放上了新的團隊的時候 我們還是要給他機會 來拭目以待 所以目前為止 包括姑婆勇 還有包括也是不太會執行 死刑的這些人 我存贏 蔡清祥我存了一個問號 因為還是一句話 後面還是有背後靈 你即使是這樣告訴你 符合社會的民意的他不選 為什麼上面人沒同意 你怎麼可能去做 所以我們還是有存疑 但是還抱著期望好不好 總教練都換人了 總要讓他打一場 你才可以這樣說 別人一開始就暢衰人家 就像西裝七千塊都穿上去了 就是比平常帥 給人家一點Credit 這才是我們國民黨的 正常溫暖大器 我先說一對 總教練如果想不被罵翻 那要靠什麼 下面的球員好好的空戰 來 我們就看到第三個了 總教練想不被罵翻的話 那該選的是不是要選 而不是老人團大風吹 剛剛講了 發言人接內政部 內政部接教育部 找個酒駕的來當發言人 從調查局又上來當法務部 這個叫做老人大風吹 當然老人如果換個位置搞不好 會有新的氣象 但是大部分的網友 是比較悲觀的 比方有網友就說 穿這樣觸眉頭 會不會代表民進黨 跟德國隊一樣 很快要打包出局了 有的人說 德國分組賽就被淘汰了 是預告民進黨年底 跟2020的結果嗎 所以2跟3息息相關 總教練不想被罵翻 或者是想牢牢坐在這個位置上 或者是2020可以再往上爬 從總教練變老闆 球團老闆的話 要靠著就是下面這些選手 不管是新的還是老的 能好好做 總教練位置才坐得穩 能好好做 我們94%的民眾才有幸福可言 來 聶老師 OK 其實我在看 民進黨其實我覺得 他們是有智慧的 我說他們的智慧 你說選這一套系統嗎 很多東西 對 選這一套系統也有他的智慧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智慧 當然有兩種 一種是做事的智慧 一種做人的智慧 我先講一下 因為我覺得民進黨 他們從頭到尾 從選舉之前到選上之後 在執政到現在所做的很多動作 都是非常有智慧 也就是他們知道民主要什麼 他們不斷強調民主 民意 他們知道現在年輕人喜歡什麼 就是有點哭手的感覺 他們覺得找出德國隊 不管你現在戰績如何 但夠帥 年輕人喜歡 他們要比較這樣 感覺夠哭手 我覺得這個我有點不解的 就是說其實我覺得團隊 不需要做這麼多的 所謂做人的智慧 也就是我覺得他只是有一種 給我感覺想討好 他們覺得想要討好的民意 但是我覺得有一種 做事的智慧我都看不到 因為我覺得真正的一個 執政團隊是要為國家 帶動他所有的政定政策方向 帶到一個很對的方向 而讓我們肯定 我們的台灣是有未來 不管在經濟 政治 軍事 文化 都能做很好的 可是我發現 他們做了很多的動作 包括之前有很多 很哭手的一些扮裝 甚至這個Cosplay都有出現過 這就是有受年輕人喜歡的 可是我必須說 智慧有一種是發放智慧的人 發放智慧的人 我覺得在做人 應該是要實在 老實 他不需要太多的智慧 但是我覺得你在做人 就是這個團隊在做人的時候 包裝太多智慧 只為了討好民眾這種智慧 我覺得其實他們這種穿著 他們這種動作都是我認為的 但是做事的智慧 我倒希望他們能把未來台灣 執政台灣做事智慧找回來 但是我現在更擔心是一個 就是民眾 因為我覺得民主是什麼 我覺得民主是一個 比較自私之力都為自己想 也是短視短見 看不遠 只要現在開心就好 還有一個就是盲目盲從的 當上面說什麼 他們認為說了就算 所以民眾遙游的智慧 就是接受者的智慧 我覺得接受者的智慧 要發揮一種真智慧要看穿 剛剛不是說看穿那個 老教練或看穿他們的戰術嗎 我覺得要看穿這些人的戰術 在做什麼動作 我覺得人不能只靠做人 然後討好民意 而應該要真正做事 我現在剛剛立委都講到了 這個我們現在政院相通了 部會也相通了 人選不斷的輪 其實我覺得 其實民進黨很清楚 他就是一個任人哲學的 一個基礎而已 他的原則就是政治正確 他的任人基礎就是 小我立即 只要是為我的意識形態 能夠發聲的就好 第三個 也就是親戚子機子 只要是我自己人 大部分是自己團隊的人 也就是 我覺得他們在小眾裡面選人 就是所謂的任人的條件 我覺得他們現在只是在這個部分 在琢磨而已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狀況 你說他們真的有很好的 專才 為才適用嗎 其實我覺得所有的民眾 應該要真正用智慧 在接受上面發放 另外一種智慧的時候 接受這智慧去看穿 現在執政團隊在做什麼 對 人要衣裝 佛要精裝 但是問題是有好的包裝 沒有內涵的話 那一樣會被看破手腳 我請教一下育民委員 剛剛施誠講我特別有感 就說明明這個球員打得不好 還嗆觀眾 我們現在 我們的這些內閣成員們 是不是就是其實我明明表現都很好 我的改革方向都是正確的 只是什麼 只是你們不懂 你們都看假新聞 然後一直不斷的在指責民眾 是這樣嗎 對 我覺得剛剛大家一直用 球隊來比喻 照大家來講說 如果一個正常的球團 一個球員表現不好 難道是論說這個球員 跟總教練的關係好不好 對不對 只要跟總教練關係好 其實我表現不好 沒有關係 跟老闆關係也好 對 那是這樣子的嗎 如果有一支球隊是這樣子 我只能預告說 這樣的球隊必敗無疑 因為不會打的 你就讓他繼續留在這個球隊裡面 然後全部可能都變成老鼠屎 請問這個球隊要怎麼打勝仗 所以我覺得這個民進黨 千不該萬不該 自己很喜歡搭上這個四足熱 但是又搭得讓大家 有這麼多可攻擊的點 選了一個今年16強就老早被淘汰的 德國隊這個有點自取其辱的感覺 我覺得就白做工 一套7000塊的西裝貴不貴 很貴 上班族一個禮拜的薪水 一個月如果3萬塊 大概是一個禮拜的薪水 嗅一下就是幾個小時租來 然後嗅一下就沒有了 我真的不曉得現在民進黨的重點 是放在哪裡 其實他如果真的是苦民所苦 到現在老百姓覺得薪資所得不高 然後還在炫耀說 我們這個西裝很貴 17000塊 其實我覺得這個 跟年輕人的落差太大了 更何況穿也要穿得帥 我們柯正偉人比較好一點 他說不錯 比一般平常 我們說那是唯一的亮點 這樣沒有就沒有了好不好 對 但是我們可能採取 比較嚴格的標準就會覺得 真的不需要花那麼多錢 你看人家我們國民黨的KMT 就是這個T恤 然後大家穿了一字畫 對… 幾百塊其實穿起來也滿有活力 很有感覺 真的不需要花大錢 去租那種7000塊的 我們來講說一個球隊好不好 剛剛其實主持人講說 這個總教練很重要 現在其實民進黨是鐵了心 總教練可不可以換 不可以換 總教練有兩個意義 剛剛上面秀出來是賴清的 還有一個更深層的意義 其實是蔡英文 人家蔡英文才是 別忘了這個是黨的拳代會 真正的總教頭那個老闆 就是蔡英文 可不可以換 不可以換 他已經預告了 人家這個德國隊有沒有 打那麼爛 總教隊換 總教練換不換 不換 不可以換 然後所以民進黨 如果今年2018大敗的話 總教練可不可以換 當然不能換 因為我們是德國隊對不對 民進黨是德國隊 所以一切比照 已經預告了 大家要聽清楚 這裡面的端倪 就已經預告好了 所以他說我擺出來 就是這樣的陣仗 我就是這樣子打 不管輸贏 總教練永遠都是蔡英文 就是2018不會下台 因為大家有沒有聽見 當時有人問選隊會的陳明文 他說萬一你們2018輸了怎麼辦 他說我們一定會贏 意思就是不肯正面回答輸了 要不要換人的問題 沒有這個選項 沒有這個答案 一切比照德國隊辦理 在這樣子的一個情況底下 我覺得人民要期待什麼 你可以看得出這次內閣的改組 就是沒有新人進來 都是救命孔掉來掉去 我們剛剛講 如果一個球隊 原來那個位置打不好了 換一個位置會打很好 有這樣的道理嗎 有一個球員說 因為你幫我擺錯位這個位置 如果能力不好的 擺到哪裡都是不好 怎麼會說從這個位置 掉到那個位置突然就審數 我習慣踢中場 我是中場球員 你硬把我擺到前面的封線去 我根本跑都跑不快 我只會傳球 怎麼辦 是 所以搞不好會更糟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 憂慮跟焦慮 更何況你看這個 有爭議的發言人 就是這個 Colus 對 這個酒駕的發言人 我不曉得他以後怎麼回應這個 酒駕的問題 人家說酒駕的議題 然後行政的態度是什麼 然後就說 請大家一起來當志工好了 就是說如果大家一起來當志工 招募志工的大使 我覺得民進黨 他在用人布局上面 如果不是為財適用 而是說為關係適用 就是看誰跟高層比交情好的 我覺得在這樣子打下去 這支球隊 能打出什麼樣的好成績 真的不敢期待 剛剛這個聿老師有講 說這個戰術很重要 不管是要贏球 還是要治理國家 還是要安排內閣成員 然後為財適用 然後適才適所 戰術很重要 但是網友告訴我們說 其實民進黨現在沒有戰術 剩什麼 剩畫術 騙術 還有騙術 最糟糕的是 畫術騙術一直講 一開始我們還會被騙 民眾不管是1.3的 4.7可能不會 1.3的或94% 還會被騙 他說民進黨好像不錯 可以 但兩年過去了 我們看到這個戰術 其實就是騙術 其實就是畫術 大家都看破 大家都看穿 可是他們還要嘛 自我感覺良好 以為大家都不知道 或者是被寬灘怎麼樣 我就跟你嗆瞎 就師生講的 怎麼樣 我就這樣 罵觀眾 怎麼樣 我就跟你嗆瞎 這樣子的團隊 或者這樣子的球隊 我保證在下一次的 不管是什麼歐洲盃 還是什麼世界大賽 世界盃 你永遠再也沒有 奪冠的機會 我們台灣人喜歡最好的 所以我們買車 要買德國車 要買英國的勞斯萊斯 剛剛談到民進黨 他的衣服學德國 我們也不意外了 我們現在把德國隊 罵得一文不值 我倒沒有那麼悲觀 你看德國人 他能夠在50年之內 犯了兩個大錯誤 打了兩次世界大戰 投降兩次 但是他重新站起來了 所以德國人 我們不要低估他 也許戰術他真的錯誤 可是他整個戰略 他的本質 你不要小看他 今天我們看到了民進黨 他學德國 學了衣服 他沒有學他過去冠軍 到底用什麼策略 沒有學到精神 沒有學到那個精神 我前幾年有一年上課 突然發現 9月上課的時候 為什麼學生都留一個頭 很奇怪 這個頭 這個尖尖的上面 好像一個饅頭 上面一個尖尖的包子一樣 貝克漢 原來是貝克漢的頭 後來我才知道 我說你們很奇怪 貝克漢是用腳來文明世界 你不學他的腳 怎麼學他的頭髮 你現在沒有學德國 他為什麼能夠有能力在世界上 能夠遙遙領先 一直成為最強的國家 你沒有學那個原理 你學他的衣服 跟我們學貝克漢的頭髮 所以我們比較煩惱的是 台灣今天政黨也好 領袖也好 他有上進的那個野心 可是他沒有上進的 那個精神跟方法 這就是我們比較煩惱的地方 那麼我們剛剛討論到說 好 民進黨今年可能會大敗 我個人相信他真的會大敗 但是問題是 他的敗是因為他的錯誤 還是因為取代他的人 有更大的優點 如果說今天他是因為犯錯下台 結果上來的政黨或者個人 也是因為比爛之下 比較沒有機會來做錯的事情 所以他上來了 上來以後繼續也要犯錯 換句話說台灣今天所有的現象 如果沒有在精神上 本質上能夠改進的話 那麼我們可以說 永遠選民只能在上台很爛 然後因為爛下台 結果上台以後 新的人選上來 他又有機會表現他的錯誤跟爛 所以他又繼續下來 所以永遠在比爛中間 來政黨或者個人輪替 我覺得這就是 國家社會的不幸 我覺得民進黨今天 他的內閣改組 我們有一個遺憾 因為我們發現 我們為什麼會覺得他在大風吹 因為我個人是認為 一個政務官他有三個特點 一個就是他的形象 他能夠讓大家尊敬 那麼第二個就是他能夠 帶有一種前瞻 讓大家覺得他上來 表示未來 一個是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那麼第三當然就是才能 就是我們說溝通 建立共識 協調 目前我發現 他們現在應該是 具有這三種條件的人 以目前這兩年來 民進黨的表現 應該很少人願意來參加這個政局 很願意來變成他的政務官 所以我覺得也滿同情的 他今天真 我相信他找不到人 尤其是像教育部長 因為他們今天設定的那一個 對法治精神的一個破壞 現在是很難再轉換過來的 所以我個人認為 以我們譬如說以教育部長 葉俊榮來講 他真的除非他現在宣布 所以我重新就讓管聰明當校長 然後其他的後續問題 我們繼續再追蹤 我覺得他敢嗎 他如果不敢 我覺得他用任何方法 他這個教育部長 注定一定是失敗的 來 茂南宇 你看大家亮相的時候 穿的那套西裝 那套西裝穿在您身上 可能看起來也應該也不差 不過看起來帥帥的之外 恐怕還是要端出一點 真正的內涵 除了學衣服 剛剛昆平講到學精神 精神很重要 精神來講 這是一個團隊 為了要讓團隊的 整個的氣勢 為了要讓團隊整個的服裝 為了要讓團隊能夠演出一個 叫做團隊的精神跟激勵 因此我們認為說 昨天這樣子做 我想在現場 全國的觀眾朋友看起來 沒有人覺得是不對 反而是我們節目在說那不好 這亮點 我沒有說不好 它這個亮點 確實很吸睛 因此我認為說 你說建立一個 有效的執政團隊 建立一個有效的競選團隊 建立一個對台灣 永續經營的團隊 也沒有不對的地方 難道你希望說 或顯然上去是五花八門 一個是穿著旗袍 一個是穿著漢山 一個是穿著婆羅山 一個是穿著不同樣不整齊的衣服 我想這個是強調團隊的激勵 應該不容許如此 那麼接著我再來講 因為昨天我也有在現場 那麼我想蔡英文的講話當中 我們也從頭到尾 這個基金會審來聆聽 因為她現在是黨的領導人 也是國家的領導人 因此我們要了解說 到底她談的是什麼事 她說第一個 掌握權力是一個責任 她告訴我們說 我們掌握了這個權力是責任 她對台灣2300萬的人 要戳出什麼樣的未來 因此她說我們挺下一代 挺下一代我們要做什麼事情 第一個我們要做 所謂的社會住宅 社會住宅如果我們不做的話 年輕的一代以後出外的 就是中南部的或者是其他的 到台北來工作的 那麼因為台北縣市的這種 所謂的房價高 那麼有的好的工作機會 卻因為我在這邊的消費過大 或者住房子的問題 造成她留不住人才 因此我們認為說 台北它是一個我們台灣的 經濟政治中心 因此我們認為說 在都位行必須要推動 所謂的社會住宅 讓青年住宅也可以講 公共住宅也可以講 簡單的講就是我們要解決 年輕的問題 讓年輕人沒有負擔 讓他能夠按照他的專業 到他能夠上班的地點提起上班 我想這是讓年輕人沒有負擔 第二個他也提到了 所謂的掌握潛力就是責任 大家都知道台北現在高齡化 就以台北市來講 今年的高齡化大概是 107年大概是17% 那麼按照我們的推估 到了123 到了110年 台北市的老人口 是大概達到20% 到了123年 也就2035年左右 台北市的老人化達到35% 那麼那個時候不光是如此 85歲以上高高齡 又占了很大的一個比例 大概四分之一 因此我們今天推動長召2.0 推動健康促進真正 我想政府都已經注意到了 如果到以後 讓高齡化持續的下去 結果政府沒有拿出一套方式 長召2.0是一個無敵動 就是沒有辦法有那麼多的錢 來挹注我們老化跟健康失能 以及失智的這個情況 所以我想這是一個責任 因為這是網友的說法 當然您覺得總教練 不管是賴運長或是蔡總統 您覺得他們有沒有可以更好的空間 當然我剛剛講 這是一個責任 不過改革的過程當中 是艱辛的 是必須要承受住 這個所謂的大家的氣息 跟大家的批評 所以我想他Hold得住 我用年輕的術語叫做他Hold得住 因為他感受得到 大家的困難在哪裡 我剛剛提到 高齡化就是台灣 未來不可回避的問題 青年住宅也是台灣不可回避的問題 低薪也是不可回避的問題 稅改也是不可回避的問題 年金改革也是不可回避的問題 但是做這些事情 是對下一代負責 也許在做的時候有困難 有艱難 有批評 但你可以選擇放棄嗎 你可以選擇不去做嗎 你可以選擇不堅持那個所謂的 你講台灣價值 這個時候就要展現出來了 這個價值就要讓它出現了 不管是台灣價值 不管是執政價值 不管是我們的工作價值 在這個時間 我們都認為 執政就是負責任的表現 執政要負責任 所以完全執政要負責任 可是如果完全執政了 總是拿國民黨 你知道他們好爛 我們很好 他們好爛 我們很好 我同意議員講的 我補充半計的 議員剛剛講的很多東西 都是該做的 這絕對沒錯 議員講的完全正確 絕對是該做的 但是該做的 有不同的做法 哪一些做法是顧慮到我們 哪一些做法是顧慮到1.3 其實我們可以回顧一下 總統講的九大政績 賴院長講的25項施政 裡面哪一些是讓他們很有感 或者是讓1.3%很有感 休息一下 廣告回來 好 我們繼續來談 改革當然是很有必要的 但是今天我們要想想看 方向正不正確 做法妥不妥當 有沒有事先經過好好的溝通 這個社長 我們剛剛就在談 現在民進黨已經執政 好像也已經兩年多了 可是到現在還在什麼 還在一直細數著 國民黨當年執政的罪狀 這叫做以前扁維 馬維 現在是國維 藍維 反正我做不好 沒關係 我把國民黨拖出來說 你看他更爛 這是剛剛昆平講的 我沒有不好 就算我不好又怎麼樣 但你看國民黨更糟糕 他舉了國民黨的七大罪狀 包含了核電 就說你要以核養綠 請問你綠養在哪裡 是誰沒有養綠 讓這個所謂的集團買辦 主導兩岸關係 然後忽略中國大陸以外的市場 然後死守擋產 年金改革不敢動 然後不動產的價格 五缺等等的問題 但其實這裡面 大家現在比較有感的 叫做兩岸關係 那個時候是滿好的 現在怎麼好像反而不好 忽略中國以外的市場 我們的總教練賴院長 之前不是在舊觀光 也說歡迎大陸觀光客 可以到台灣來 死守擋產 要不然你知道他們怎麼辦 就是自己把手腳剁一剁 然後當日殘廢躺在那裡 然後再來年金改革 國民黨也是沒有動 但他們要動的時候 是被你們罵到 他們無法動 然後現在上來了 你們改革的方向 好像也不太符合社會的期待 五缺的問題更不要說了 台灣的水 電 人才 另外兩缺不講 就講這三缺 我想問的是這兩年 民黨上來以後 有比國民黨 那麼爛的執政八年 有比他們好嗎 有好嗎 還是更糟 社長 我想剛剛各位來賓 包括茂蘭議員講的內容 我個人都非常的欣賞 但是我覺得 就以民進黨的這個拳戴會 他們穿的這個服裝 據我們所曉得 他們是日珠7000塊的西裝 但我覺得有一點是 值得思考的就是說 與其穿在民進黨的這些 代表的身上 大家有沒有想過 應該是要讓全台灣2300萬人 也有能力 穿日珠7000塊的西裝 這不才是一個執政者 為所當為的嗎 另外一點就是說 其實台灣老百姓 不會在乎執政者穿什麼 用什麼 而是在乎你們做了什麼 可以讓老百姓得到實惠 而是關切就是執政者 對於國際民生 到底做了哪些東西是具體的 對我們是有正面幫助的 這可能是 我們所必須反思的問題 我看三個月前 天下雜誌 我很喜歡舉天下雜誌 因為天下雜誌有一個欄目 它非常好 它都是把國內外 一些重要的學者專家 尤其是一些公共知識分子 他們的演講做了一些摘要 我就看到有一期的天下雜誌 他把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 一個經濟學教授薩克斯 他所做的演講 把它做了一個重點的摘要 我看了之後非常有感覺 我覺得有幾個地方 是可以做為我們反思的 是可以做為我們認清事實的 這個認清事實 包括執政者要認清事實 認清一個什麼事實 第一個問題就是 台灣到底是富人還是窮人 薩克斯教授他說 過去的75年 全球經濟不斷的成長 他預估今年2018年 全球的生產的總值 將高達130兆美金 相當於 全球各國的人均所得 平均是18000美金 我為什麼要強調這個數字 18000美金 我們不是沾沾自喜 我們是已開發國家 可是我們的人均所得多少 24000 這是台灣官方所發布的數字 換句話說 全球200個國家 包括非洲的一些部落國家 加總起來的平均是18000 那我們有什麼值得驕傲的 我們的黨代表 穿7000塊的西裝 我們難道覺得很驕傲說 我們的人均所得24000 非常滿足了嗎 我覺得我們的老百姓 是非常不滿足的 非常不滿意的 換句話說 台灣放在國際的天平上 他既不是富人也不是窮人 我們是比窮人稍微好一點的 一些普羅大眾而已 這是第一點 薩克斯教授他舉例就是說 他質疑川普 為什麼要跟墨西哥為敵 為什麼要在美國跟墨西哥之間 築起一座高牆 為什麼要製造美墨之間的仇恨 我就要反思一個問題說 為什麼我們的政客 要在兩岸之間 築起一座無形的高牆 為什麼要製造兩岸之間的仇恨 這個是我們老百姓 我們要質問執政者 同時執政者也必須是 思量這個問題 就是說你為什麼 要去製造兩岸之間的仇恨 製造兩岸之間的仇恨之後 給台灣我們這樣的一個政權也好 台灣2300萬老百姓也好 帶來什麼樣的一個後果跟實惠 這個是我們必須思考的 第三點 我認為薩克斯他講了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 他說川普每一次出國的時候 他最大的樂趣就是推銷武器 好像美國的工人 只會生產武器 他去沙烏地阿拉伯 賣了上千億美金的武器 然後就沾沾自喜 我們請問一下 我第三個要質疑的就是說 要反思的就是說 台灣為什麼要那麼迎合美國 我們那麼迎合美國的目的 是要讓川普的軍火工業更發達嗎 讓我們台灣老百姓的口袋裡面的錢 越來越少嗎 請問執政者 是不是可以回答這個問題 我們老百姓有這個質疑 我們無色覺醒的群眾 有這樣的質疑 請問執政者怎麼去回答這個問題 第四個問題就是說 台灣的政客到底是被誰收買 這個薩克斯在演講當中 他質疑 川普之所以退出巴黎氣候公約 是因為 美國有很多的共和黨籍的國會議員 被美國著名的石油富豪科士兄弟收買 然後這些國會議員通通收到 這個柯士兄弟的電話 叫川普退出巴黎氣候公約 我要請問 台灣綠能兩兆新台幣的 這樣的一個 那麼大的一個大餅 他們代表了什麼 我們要質疑就是說 台灣的政客有沒有被收買 又是被誰收買 收買的目的 對我們老百姓 對我們無色覺醒的群眾民眾來說 我們的好處是什麼 我剛剛突然想到 你說那個西裝量身訂做 然後7000塊穿一次就還人家 那以後怎麼辦 就掛在那個櫥窗裡面說 民進黨全代會同款 然後他們還要放說這個是 這個鄭文燦穿過的 看看有沒有粉絲會來租 還是這個是 支持者 這個是陳其邁穿過的 要不然其實7000塊有點浪費 你不如就跟他買下來 讓他們留著 對不對 以後還可以穿 看看身材有沒有變形 不然你7000塊穿一次 你還給人家 你要人家店家拿去幹嘛 對 掛在門口當招攬生意 恐怕有點難 來 立竹 所以今天就告訴你了 列了所謂的七大罪狀 而且還 蔡總統還談到了九大政績 我們不能說民進黨都沒有做事 他們做事或者是政策制定的方向 可能也沒有錯 但問題是這九大政績 新南向社會住宅 長照2.0年金改革轉型正義 再生資源 面對五缺釋放企業司法改革 都是政府該做的事情 但他們執行的方向 好像都有一點不太對 也不太符合我們的期待 其實站在一個年輕人的一個 角度來看 最近發生的這一些 辦民進黨全代會的這件事情 從上個禮拜颱風天開始 我們就知道說我們的行政院 有做一些內閣改組的一個動作 所以號稱是戰鬥的內閣 戰鬥內閣之後 我們就開始看到廣告 就開始出現了一個 陳水扁的畫面 馬英九的畫面 跟蔡英文的畫面 然後對大家講說 這個改革是很艱難的 於是這個蔡英文總統 最後還是挺過來了 後面有一個年輕人在笑 我想就是現在有看到 很多這樣的一個廣告出現 來到現在的民進黨全代會 用足球的這個形象 然後讓年輕人來做 這樣的一個了解 甚至來認同這樣的一個 民進黨的概念 我想民進黨的行銷 真的還滿不錯的 就是說在整體的包含包裝 行銷跟他的畫素 絕對會讓大家覺得說 非常非常的能夠 很容易的切入 很容易的接受 可是我們再講回來一件事情 其實我不曉得說 剛才其實茂南議員也有提到 其實說蔡英文總統主席 昨天也在全代會有提到說 其實針對於勞基法的修正 他對年輕人 好像很多東西沒有做到 但是他們會持續的來努力 我覺得這個可能是話術吧 當年你們能夠拿到 那麼高票的年輕的選票 或中間的選票 就是你承諾年輕人 你承諾這些廣大的中間選民 你能為他們做一些事情 可是到目前為止 已經執政兩年多的時間裡面 兩年多的時間 你知道我們年輕人 你一直要說 剛才也說了 社會住宅 青年住宅 像我們在桃園 你也要蓋社會住宅 年輕住宅 但是你知道我們桃園的 空污率有多高嗎 也就是說 你蓋這些社會住宅 過了五年 十年 到底有沒有人要住 重點並不是社會福利 你要給年輕人 而是年輕人在乎的是說 你能夠領多少薪水 社會的競爭力 國家的競爭力 這個是不是年輕人 比較能夠重視 或者是他們想要看到的 一個事情 於是你們一直用話術 來告訴說 可能國民黨的政府做得不好 過去的政府都做得不好 可是請問一下 議員也在這邊 我們民進黨政府 你做兩年了 你還有資格去說 還要再去說三道四說 過去的政府是做得多麼不好 我相信很多的年輕人 跟中間選民 我們是看不下去這樣的部分 就是說不要用我們 做不好就做不好 正面面對我們國家的問題 社會的問題 年輕人的問題 勞工的問題 當你們在拳代會的時候 我昨天在中正萬華 中華路上面 有500多台的大貨車 在那邊集體的抗議 當你們很開心的在踢足球 蘇貞昌在踢足球 我們各縣市的 你們民進黨提名的縣市長 都在踢好球的 足球的情況之下 你知道多少人 在環保署前面抗議 有500台大貨車 有500台這樣的勞工階級的這一些 以前挺你們的勞工朋友 所以這樣子的部分 我覺得我們必須要好好的思考 這樣的問題 所以我能不能猜一下話 這個就是改革就是艱辛的 因為那個是老舊 我們講 按照空污的標準來講 他已經算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要用補助的方式 議員你們配套做好嗎 當然用補助的方式 讓他們能夠有一個轉折 一個落日 讓他們以後 不是要剝奪他們的工作就業的機會 還是要給他們輔導 讓他們更進步 因為整個台灣要向前走 為了要向前走 所以改革是艱辛的 所以改革是艱辛的 我跟你講 這些都過去支持你們的 勞工朋友 昨天在這邊看到 我們昨天在看到他們 我看到他們非常的心酸非常難過 其實他們當初都支持你們 為什麼工廠可以去做 碳排量的這種購買的方式 但是這些的這些 根本他們沒有能力去換車 他們就是說 要所謂的配套補助 我們是希望讓這個補助的金額 或者是溝通 大家一定要講清楚 因為這個地球只有一個 台灣是大家的 台灣的空物不能因為 我們怕得罪就不敢去做 這樣子改革就沒有辦法成功 是嗎 來 其實 有一個很簡單的 心理的這種狀態的表現 如果你覺得自己很棒的話 你是不會講話的 你就好好做 我是不會講話的 但是通常都是有點心虛 或者有點不好意思 才問人家說 你覺得我跟以前那個 比起來怎麼樣 我應該比他好吧 有吧 我比他好吧 他很爛 我比他好吧 如果真的有信心 覺得自己做得很好 覺得自己對得起台灣人民的話 是不需要去拿一個舊的 來做比較的 所以很明顯的告訴你 來 蔡總統 舉了國民黨的七大罪狀 賴運動更好笑了 25大措施 國民黨做不到了 民進黨做到了 國民黨做得更好 國民黨不用做到民進黨 挑起來做 全部都在跟國民黨比較 我說了 如果你覺得你很有自信 我覺得做得很好 我不需要跟任何人比較 只有沒有自信的人 才會到處問說 怎麼樣 我跟國民黨比 我比較好 有吧 有比較好嗎 有沒有 有嗎 這就是沒有自信的表現 休息一下 好 我們看看行政院長賴清德 他在報告當中 洋洋灑灑一直拿民進黨 跟國民黨比 這是不是缺乏自信的表現 我們當然要聽聽看委員意見 不過我們先講到 他裡面說 國民黨雖然做了 民進黨做得更好 裡面包括經濟的 長照的 反毒的 防空污的等等 都認為我們民進黨做得比國民黨好 但是小老百姓們 無色覺醒的人們 大家是這樣看的嗎 來 我們請教一下委員 剛剛佑正提到說 當你自己沒有信心的時候 就會跟錢吵比 這完全在我們學校的一個 諮商輔導裡面 年輕人排名第一的 男生罵最多的就是什麼 為什麼我女朋友永遠要告訴我 你說 你前女友 到底哪裡比我好 你前女友是男朋友 這是年輕人排名第一的 果然我強調前提就是 當這個女生很沒有信心的時候 就不斷的會反問他的男朋友 男朋友最後都反到不行了 這是他們分手的第一條件 這個是不是也給完全反映出 執政黨目前是非常沒有信心 所以一定要拿國民黨來背書 他問了這麼多 這麼強勢的問那麼多 大家只問一句話 現在到底是誰在執政 你已經執政兩年多了 你為什麼提不出政策的時候 永遠跟前朝在比 當然我必須承認 我們老師每一次在送走一屆 看到新生的時候都會說 都會開始懷念過去的人 也都是這個樣子 我們都懷念上一屆的 這是老師所有的一種想法 對不對 因為學生每次進來 都有很多問題要解決 這個蘭院長 我們就一一來檢視 到底是不是他做的國民黨 還要好嗎 你說拿這個所謂的五缺來說 五缺裡面的能源 好啦 我要先說核四 核四 蔡英文總統 你必須要不要忘記 你當時候當副院長的時候 你是不斷要求核四要趕工的 你沒有忘記你這句話 當時候 蘇貞昌當院長的時候 就不斷告訴我們 到底如何可以讓核四 趕快如期完工 你一下要趕工 一下要廢 一下要趕工要廢 全世界哪有個執政黨 像你一樣 對於核四的政策 完全完全搖擺不定 你更不要說什麼離岸風疊 你這是哪壺不開提哪壺 離岸風疊才被大家說 因為你的這個 領選的一個制度 你的競標的制度 害得我們20年都會要賠款 交貨一兆元 你又拿出來是說 你說經濟我們不要西向 好了 你不西向你要南向 但是南向 國民黨政府的時候 本來就有南向的一個政策 只是你把這個數據攤開來去看 你即使是南向 你失去了這個所謂的 吸進的這樣一個策略當中 我們的觀光值一年少了1000億 這些東西你拿到 是個白紙黑紙擺在那個地方 所以說你能經濟來去看 更不要去講 你真的是有什麼話拿來縮貼 我覺得每一個數據 都可以拿來去說 你說我們的失業率是 17年代最低 我要告訴你 年輕人的 他們的薪水倒退了16年 這個數字 你怎麼不拿出來去講 你還告訴我們說 我們有3000億的 整個出口的這樣一個金額 對不起3000億的金額 台幣升值了多少 你到底對3000億的出口額 蔡總統你到底奉獻了多少 那還不是因為 仰賴我們台幣的升值 才會造成這樣的一個結果 你要說跟四小龍來比的話 我們甚至整個經濟成長度 完全落在四小龍之後 現在連越南連韓國 都比我們好非常的多 更不要說韓國的薪資 又比我們調高很多 所以這些數字 你要用數字 那我用數字來回應你 還是一句話 到底民進黨做了 國民黨沒有做到哪一些 我告訴你 有 我們不敢把燃料棒 說拿出去就拿出去 我們不敢說把管就把管 我們不敢把所謂的政治最差 把它當作轉型正義 我們也不敢把複聯會 我們也不敢把所有的 紅十字會 都拿當作是你一個 所謂正義的一個象徵 這是國民黨做不到的 但是民進黨又做了什麼 你要改革我知道 但是你的政策 你的策略 還有包括你的數字 都是提到一半而已 請你告訴我們真正的訓記 到底在哪裡 所以說網友 這個賴院長 國民黨做不到 民進黨做到了 國民黨雖然做了 民進黨做得更好 國民黨不願意做 民進黨挑起肩來做 拿來跟國民黨比較 凸顯的就是沒有信心 所以需要得到認同 需要得到1.3%的人說 對…你比國民黨還要好 我們94% 不見得如此認同 你的24項的施政措施 看在網友眼裡 網友大部分是年輕人 大部分 有些人比較大部分 不太以為然 所以網友就列出了 你們真的很敢做 然後國民黨做不到 也不敢做的 有哪一些呢 回來告訴你 賴清德說 我們國民黨你們做不到 我們民進黨可是做到了 網友說沒錯 我也看到了 不是什麼年輕改革 不是什麼轉型正義 而是 不是 結果一堆一堆 都是看到民進黨做到 國民黨做不到的事情 砍勞工架的 一天到晚在缺電跳電的 還有包括什麼 巨馬大展 還有對不對 還有很多 空污也很嚴重 對不對 年金改革 對 大家覺得很不滿 還有我看到你怎麼花錢 你去發展綠能 還有的確 一公斤一塊錢的香蕉 一斤一塊錢的鳳梨 一元水果 我們通通都看到 空污法 很多對不對 這些都是我們 沒有看到國民黨做的 民進黨通通都做得到的 民進黨居然敢做的 對 現在大人們 跟我們這些無色覺醒看到的 奇怪都不一樣 你該看到的好像沒有看到 各位 這個不是藍或綠的幹嘛 這個我們不要講過藍或綠 它就是PTT裡面 他說列表讓大家溫故知心一下 你看第一個 第一個什麼 就是 砍價 砍了勞工的七天價 國民黨是用行政命令 民進黨更厲害 立法把七天價就砍掉了 所以這個價數回不來了 然後第二個 這個所謂的勞基法修惡 就是兩次勞基法修 然後不但可以連上12天 然後本來可以休息 休息11個小時的變8點間 你可以只能休息 這是目前的狀況 第三個就是分普泥 降低分普泥的含量 我覺得這是最可笑的 我們在這節目講過很多次 雞蛋怎麼可以含這種東西 但是為了讓它符合標準 所以我有個雞蛋含分普泥的量 這是最可笑的 雞蛋怎麼可以含有毒物質 這樣就沒有毒雞蛋了 對 然後最重要的是 到底飼料分普泥怎麼來 到現在沒找到 所以為了讓這個雞蛋 大家都能夠出產 只好提高所謂分普泥 這個所謂含量的標準 讓大家都吃到 有一點毒的雞蛋 但是我標準達到了 但是它是有毒的 第四個就是房屋 就是叫做房價所得比 這個創新高 什麼叫房價所得比 就是中價位的房屋的價格 比上中價位家戶所得 它的比率這個在2016年是9.35 去年是9.22 都是歷史的高峰 這個我相信林老師應該知道 也就是中價位交所得是 你9年多不吃不喝 才能夠買一棟中價位的房子 台北市14.7更高 台北市跟新北市更高 請問一下 哪有可能的事情 剛剛茂蘭議員還講說 這個要蓋社會自在的地方 我覺得現在台灣 台灣不是沒有房子 台灣是大家買不起房子 而且空屋率太高 你再蓋下去了 結果台灣以後空屋率會更高 那會變成一個社會問題 第五個叫做大規模限電跳 第五個是什麼 颱風來襲 記不記得 和平電塔倒塌 我們停了半個月的 分區輪流停電 那時候就民進黨在講說 你們國民黨 那個被轉容量那麼高幹嘛 那太高了 每天搞那麼多被轉容量 結果一個電塔倒塌 我也被停到電 我也被停到電 分區輪流停電 我們常常台語有聽話 叫做 如果你現在的電是這樣的緊繃 請問一下 你怎麼樣讓大企業到台灣來投資 這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第六個 還有叫說沒有電對不對 你們這些大區用戶 大用電戶給我強迫停電 那個大用電戶說 我如果能夠節電 我還需要用這麼多電嗎 你強迫我停電是什麼意思 你只知道工廠不要運轉嗎 這後來當然 後來大家教育教育就停了 可是問題是 這是很可笑的 如果也可以強迫大用戶停電 一般民生用戶 大家也都停電好了 這樣電就夠用了對不對 最後一個把管風波 我說了就算 這是什麼 現在這個新的教育部長 葉俊榮給人家三個選項 對不起 沒有選項 這個事情如果再處理 那就是失敗 這就是大家對於台灣 教育政策的失望 最後我要講 國民黨現在已經在野 講難聽一點 講難聽一點 現在如果把國民黨 那個拖出來 那叫鞭屍 那個意義不大 好 我們既然講到了 新任的內閣的閣員們 今天不是交接上任了嗎 敲鑼打鼓的上任了 是不是 除了葉俊榮 當然還有法務部長 蔡清祥 另外還有我們的徐國勇 現在當了內政部長了 大家都有話要說 我們來聽聽看 到底我們的新閣員 說了些什麼 什麼事情如果聯想到選戰的話 也會比較狹隘一點 內政部的工作相當的多 事實上我到內政部以後 內政部長是不適合助選的 他不適合助選 所以他不助選 用什麼其他的方式 來操盤選舉 助選這個詞 它是個動詞 它不是個名詞 助選就是我去幫助選舉 可能這個徐 部長不是發言 徐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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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覺得我們覺得 助選就到現場說 好不好 好動算 國民黨 好動好不好 好 他可能覺得那個叫助選 但其實真正助選 給你一點資源 給你一點錢 那也叫助選 那是我們看不到的助選 所以剛剛我們在討論一件事情 就是說你現在必須拿國民黨 來比較 去突顯你的比較好 或是突顯你的比較不瞞 或是突顯你的比較 站在民意這邊 告訴你就是沒有自信 為什麼沒有自信 除了總教練問題很大 不下台之外 就是那一些閣員 該換的不換 該選的不選 老人團拚命的玩大風吹 剛剛你看到徐國勇 講到了蔡新祥 甚至包含了教育部長 葉俊榮 就是典型的三個例子 沒有錯吧 今天蔡新祥也被問到 關於這個死刑相關的問題 對 他也說 講一些莫名其妙的話 總之 不管他支不支持 或是願不願意執行 上面的人是不會讓他執行的 他就不會動的 那徐國勇被質疑了 高勝瑜說 我們的工作很多 不要那麼狹隘的覺得 就去助選 然後包含了這個 葉俊榮 他也說反正 管中銘的事情 看起來好像這幾個月 就會有個答案 有個結果 面對社會裡面 那麼多爭議的問題 說法 管中銘的死刑的 還有被偷偷摸摸 給他們去助選的 這些閣員的回答是如此 我想請問 不只是我們 不只是94%的無色覺醒 包含了總教練 還有邱團老闆這兩位 能對這些閣員 有什麼新的期待嗎 我看不出來 從他們講話我看不出來 委員 其實這一份閣員名單 一出來的時候 大家記不記得 網路上就有個民調 你對於這一個閣員 新改組有沒有信心 只有一成 一成的人有信心 我想應該多數就是 民進黨加勝率裡面 加起來才一成 差不多一成 不只 都是1.3 一成還有10% 就只有10% 沒有 民調是很低的 其實民意已經反映了 對於這個內閣 所謂號稱的戰鬥內閣 他上任之後 大家的信心程度 為什麼大家沒有信心 這才是要問的問題 因為人不對 我們可以看到像徐國勇 徐國勇他在行政院的時候 擔任發言人 他始終強力為民進黨的立場 辯護 作為一個發言人 即使是錯的 他也要說是對的 你看他護航這個吳茂坤 不遺餘力 講吳英寧的時候也是 反正只要民進黨做的 通通都是對的 這樣的一個發言人的角色 你把他搬來內政部部長 我們要問的是說 他有什麼資格做上 內政部的部長 過去我們看到 其實內政部部長 在國民黨的時候 包括江儀 包括李鴻元 他們至少在專業上面 你很難去挑剔他 我們今天只要問說 請問徐國勇 在內政的專業是什麼 他告訴大家說 我以前待過內政委員會 我也常常待在這個 衛環委員會 你也部長 以後可能環保署署長 勞動部部長 還有這個衛福部部長 我好像都可以 只要我待過就可以 總統府待最久的是那些 清潔阿姨 那你又差一張總統好了 對 他說他待過內政委員會 開玩笑的 而且他非常短暫 如果要論年之下 我們都待了好幾年 他再短暫一下子 然後去當發言 他說這樣子就符合資格了 他沒有告訴大家實情 當然就是大家外界預測的 這一次號稱所謂戰鬥內閣 其實就是為民進黨選舉的內閣 內政部為什麼這麼重要 剛剛其實大家講到了 內政部掌握就是資源跟組織 這兩大重點 大家別忘了 全國性的所有的社團歸誰管 多數都在內政部底下 宗教財團法人都是 人民團體都是登記在內政部底下 所以組織歸他管這重不重要 選舉的時候大家都知道 組織太重要 第二個是資源 他可以掌握很多的資源 包括前瞻基礎建設裡面 城鄉建設 大家知道城鄉建設 就是各個縣市首長 可以來申請的 另外一個小金庫 他可以去造橋鋪路 然後美化環境什麼 隨便他 但是這一筆錢 就是可以去安撫 或者是給他裝繳一些承諾 可以好好去辦事的 所以掌握這兩大利器 一定要用什麼人 符合我們剛剛上一趴講的 一定要用自己人 有關係的人 忠誠度百分之百 向著民進黨的人 如果論忠誠度 用許國勇我們沒有意見 但是如果論能力跟專業 說誰適合內政部部長這個位置 我想全國民眾包括這一些 百分之94的 五黨級的這些人民們 都有意見 就是說他哪一個條件 是符合一個內政部部長 可以掌握內政大政的這樣一個人 更何況我個人最直接一點是什麼 剛剛大家講到治安的問題有沒有 大家別忘了 這個三件分屍案 還有今年治安敗壞的時候 大家有去問我們的發言人 說台灣的治安為什麼那麼壞 我說沒有 這都是正常現象 零星的個案 對 零星個案 在台灣發生的正常現象各位 治安好得不得了 是 這樣子的一個發言人 他來到內政部部長 要掌理全國治安的時候 發生事件 他都會告訴大家說 這叫做正常現象 要不要處理 不用處理 正常現象 大家大驚小怪 十幾個人也還好 對 真的都還好而已 請問我們全國婦女的人 身安全怎麼辦 我們這些下一代 蔡總統告訴我們說 要為了下一代 下一代的安全怎麼辦 這麼嚴重的事情 他都可以輕描淡寫 視若無睹 因為他一心一意只想著選舉 只想著民進黨會不會贏 所以這個可能都不在他的考量之內 像這樣的人 當我們內政部部長 我請問全國的民眾可以安心嗎 當然不能安心 另外一個 大家提到法務部長蔡清祥的部分 蔡清祥 他現在人家問他死刑的問題 為什麼不敢表態 因為蔡總統沒有講話 大家都知道 過去蔡總統他是支持廢死的 如果說 今天蔡清祥對於死刑議題 不敢表態 他可以坐上這個位置 我就請問了邱泰山為什麼要走 邱泰山大家不是說 邱泰山沒有辦法執行死刑嗎 所以不符合民意 所以他可能要走 恐怕走的理由就不是這一項理由 那只是因為得罪阿扁 這樣子 民進黨的治果 真的是讓大家覺得看不懂 如果說一個人 他可能在法務部長 他有其他的專業 就因為得罪了阿扁 他就必須離開 不是因為他不執行此行 必須離開 我覺得這個民進黨的用人標準 難怪邱泰山會這麼不高興 不開心 他說叫我去當總統府 當副秘書長是吧 我才不要 就是耍脾氣就是 然後就說是菊姐來勾勾丁 就是一直要他去當另外一個職務 所以你看這個民進黨的這個用人 如果就是一切真的都只是要靠關係 然後論他對這個黨的忠誠度 然後不管這個人有沒有專業 可不可以為全國民眾做更多的事情 再這樣子下去 這個內閣民眾預測不看好 也是剛好而已 是啊 現在在民進黨的眼中 治安也很好 經濟也很好 什麼都很好 我們就是比國民黨做得好 但是 照理來說 如果這樣做民調 應該有90%的民眾 都很滿意民進黨才對 這是 對不對 按道理來講應該是這樣子 可是偏偏民調做出來的 就不是這樣 昨天就看到 台灣民意基金會的民調 狠狠的打臉了民進黨 因為針對處理兩岸關係的部分 認為國民黨比較民進黨 有能力來處理的是 57.8% 超過半數 超過六成 對不對 將近六成 可是認為是 民進黨處理比較好的 是只有10.1% 一加一算 一成 他們這樣子差距有40幾% 差得很多 對 基本盤都不見了 對 所以連基本盤都不見了 是啊 真的太懸殊了 同樣的民調當中還問說 2018台灣政黨的形象 這個其實你看 現在我們台灣 已經超過半數的人 都認為我們要有強大的 第三勢力了 說台灣需要有新的政黨 來取代藍綠 大家都對藍綠 驗反了 這麼多 所以說這個數字 好像也呼應我們這個 無色覺醒 但是我們沒有要主政黨 沒有 我們純粹是 站在民眾的立場 真的 你看 處理好兩岸關係 這件事情 突顯的就是民進黨 最弱的那個環節 兩年上來 我們苦口婆心的告訴你 拜託 拜託 兩岸關係處理好 觀光客 來 觀光客過得好 然後我們的進出口貿易 做得很好 台灣人民就可以過更好的日子 但你不肯 這個民調反映出來的 國民黨好就不用看 但是你要看 國民黨好是必然的 但民進黨 覺得民進黨比較好的 只有一成 只有一成的民眾 蔡總統 你當時選總統 你拿了幾成的票 你689萬票 如果選總統只有一成的話 你只有多少票而已 表示你跑了多少票 大家都覺得你可以 但顯然這兩年 你讓大家都失望了 而同樣這個民調也反映出了 藍綠惡鬥 有多麼的大家討厭 文化大學是不是藍綠惡鬥 宿舍案 逗到學生沒有地方可以住 管中敏事件 是不是藍綠惡鬥 對 逗到台大沒有校長 這些事情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我們一開始就講了 你們的騙術 話術 大家都看穿了 只有你以為 我們都還不知道 只有你以為 我們都會繼續被你騙 民調數字很清楚的告訴你 我們台灣人 已經沒有那麼好騙了 來 關坯 我們剛剛談到政務官的專頁 今天為什麼大家厭惡政黨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因為政黨他靠多數的選民支持起家 但是他一旦執政以後 他用人 他不是用人為才 他是用符合那個黨的意識形態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之下 到最後我們會質疑這個政務官的專業 其實講真的了 政務官的專業有時候 也沒有那麼嚴格 美國曾經有一個人 叫Illia Richardson 他當過美國政府 七個部的部長 真的 他是通才 通才 對 為什麼 因為他主要能夠 反映民意的需求 那麼他的政策 能夠以全民利益為考量 那麼在這個狀況之下 他只要能夠帶領他的公務員 能夠朝那個目標前進 基本上他就OK了 有一個笑話非常有趣 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 剛剛建國以後 那麼需要陸海空軍總司令 陸軍沒有問題 因為他靠打游擊起家 空軍在東北也接收了 當時俄國 還有國民黨 當時留下來的空軍也沒問題 海軍司令要找誰 就找不到了 最後找來找去 他們說好 有一個先生叫蕭建光可以 人家說為什麼蕭建光可以 最後答案是因為蕭建光 在湘江划過船 所以他身世水性 所以他當了第一任 不錯 他當了第一任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海軍司令 結果當了也不錯 為什麼 可見一個政務官 他只要很謙虛 他只要能夠體會民間的需求 然後總統能夠授權給他 超出黨派的利益 以全民的利益為考量 然後很有風鼓的來堅持 他認為應該做的事 同樣這樣的一個狀況之下 我覺得這個政務官 就是一個最好的政務官 所以我們今天發現 一個法務部長 剛剛委員聽了我非常贊成 一個法務部長起來 不敢對死刑表示意見 然後一個內政部長 是從來大家覺得 一直在講幹話的一個部長 然後這個教育部長 是一個自己所犯的錯誤跟問題 都現在都不承認了 管中民通通一樣了 然後現在他要來解決 管中民的問題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狀況 這個難怪民調會低 因為這個我們西點軍校 有一個講法 叫做責任榮譽國家 所以責任的意思是 你真的要負責解決問題 榮譽就是要知道廉恥 真的不對就是要改 要自我犧牲 要下台 國家就是全民利益 今天我們說西點軍校 為什麼是全美國最好的大學 你看因為他的訴求 既然是責任榮譽國家 我們用這三個的標準 來看我們現在的執政黨 這個三項通通不及格 所以難怪民調10% 我覺得沒有1 2%已經很不錯了 所以這個聖拉特職大幅領先 當然過去國民黨做的事情 大家有人覺得好 有人覺得不好 這我們不評論 畢竟他現在已經在野了 我們還是要把我們監督 或者期許的對象 放在執政黨的身上 會有這樣子的民調 按照我們前面談的結果 換人的哲學 用人的哲學 還有改組的目的 其實不意外 但更可怕的來了 我們又回到一開始施誠哥講的 你不懂得認錯 算了 我也認了 你嘴巴閉起來也沒關係 你硬拗也可以 但最可怕的是 當民意對你進行監督 你居然還反咬一口 反嗆一句 誰最會嗆人的 斷一康委員 就在今天 他去廣播節目接受的專訪 談到了民進黨的改革挺下一代 因為改革引發了很多爭議 因為改革讓很多人不滿 我們的斷委員居然告訴我們說 為什麼很多人不滿 因為改革太慢了 太慢了 年金改革拖太久 砍太少 或其他什麼改革做得不夠狠 所以年金改革改太慢 要完全執政的話 就是開什麼 壓陸機 誰在那裡擋路 壓過去 輾過去 講這種話出來 你把台灣當成什麼 共產國家是嗎 所以人民今天站在街頭 跟你對抗 我管你 因為總統做成防彈 就給他種過去 2500萬 給他種下去 輾過去 不需要警察人相保護 誰擋路就給他輾過去 誰敢在路邊跟總統抗議 誰敢在院長的行程 表達不喜歡聽的意見 抓起來 移過去 你講這個話 會不會有一點 不是 而且現在連共產國家 也沒這麼誇張 怎麼一想壓過去 壓過去 現在大概連金正恩 恐怕都不太願意做這種事情 更遑論其他的國家 怎麼會有 因為改革太慢 所以讓人民不爽 如果有人不開心的話 要完全執政就是開壓陸機 有人不開心 有人擋路就給他壓過去 這是什麼樣的心態 會講出這種話來 來 社長 社長 我想現在應該是 全球200個國家 沒有任何一個國家 不管他的體制 是西方的民主體制 或者說是東方的體制 可能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敢 領導者也好 政客也好 敢說我們就開壓陸機 給他壓過去 全球200個國家 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敢這樣講 如果敢這樣講的話 因為現在 是一個手機的一個世代 是一個資訊社會 這個資訊社會 立刻會排山倒海 會把這一個執政者 會整個把他壓垮 就是壓陸機 反而是把這個執政者壓垮 可見這個段議員 他在講話的過程當中 他的話術經常是一種網路用語 換句話說他晚上熬夜 不管是在PTT也好 或者是在寫臉書也好 或者是在網路上 跟別人交戰也好 我認為有很多人 他的這個時空措置 這種時空的措置這種感覺 已經讓人覺得 這個人真的是應該去 跟這個心理意識 好好去談一談的階段 可是他竟然夜裡面在熬夜 在網路上跟別人熬戰的內容 可以放在白天在講 我認為這個實在是令人覺得 非常的 大啦啦接受專訪這樣看 非常的奇怪的一個事情 我認為對這個內閣 對施政 我們現在來看 真的是百感交集 我可以舉幾個突出點 讓大家來思考一下 今天我們中國時報 這個時論廣場有一篇 這個是高原劉先生寫的 我認為他寫得非常好 尤其是他的結論的部分 他說這個古納斯 應該跟江春蘭來比一比 江春蘭當時 他還不算是前科 他只不過是有酒駕的紀錄 他就立刻非常謙卑的下台了 可是這古納斯 他已經變成一個前科紀錄 所以這個高原劉先生 他在這個結論當中他說 他說賴清德應該是如 應該是了了這個古納斯的願 應該是讓他去做 這個終身的志工 所以他說古納斯應該成立一個 還有其他的 有酒駕紀錄的人 應該成立一個 謙卑反酒駕志工聯盟 用這樣的方式去給他一個 完美的一個完結點 另外一個就是說 有報陳輝文先生他寫一個 總統自豪的年改 只是延後破產 剛剛段議員他說 就開押路機給他押過去 可是我要告訴各位 陳輝文先生寫的這篇文章 已經把所有的人的迷夢 把他戳破了 這個陳輝文說 他說教師的這個年金 其實是2049就會破產 2049讓我想到什麼 2049對岸 就是大陸 大陸領導人提出一個2049 這個年分是雙百 什麼雙百呢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100週年 所以2049在大陸來說 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中國夢實現的那一天 而且是大陸全面 建成小康社會 可是台灣的教師年金 卻要破產 而且總統自豪的這個年改 是在這樣的一個年分 2049人家是偉大復興 我們卻破產 這不是很好笑嗎 來 議員 以前也是你同事 講這個話你怎麼解讀 好 那麼我想 段宜康他應該是認為 這個改革的速度如果如此的慢 那其實很多事情都被耽擱下來 那麼叫一籌莫展 就是我們執政的績效 就看不出來 因為執政的績效看不出來 人民就覺得說 你做不出一個什麼績效 大家都覺得心裡面 非常所謂的 大家都在講幹話 意思就是大家都在罵你 都說你無能 所以說你怎麼樣 但是我的無能 並不是我不想去做 是這個連結之前執政 一直下來的那個 所謂契機沒有掌握住 那麼到現在 我們要去做的時候 又遇到更大的困難跟阻礙 蔣經國曾經講過一句話 今天不做明天你會後悔 那我就講 你就講 為什麼大家說利能 現在兩兆 大家都在講 花那麼多錢幹什麼的 我說當時 發開勘則仔細則 如果當年0607的時候 能夠把它順利推動 之後的馬英九政府 能夠順利的接著下去做的話 我想今天 就不需要花大筆的鈔票 來監製所謂的利能 這個就大家都對這個問題 他就覺得說 這就是一個冤枉 花了冤枉的錢 本來不需要花這麼多的錢 那麼現在花了這麼多的錢 各位提到一點 所以現在內閣開始 叫做什麼大風吹 我說這不是大風吹 我應該講專業取向 負責任 是財是用 有人在講習國勇的不是 我說 你不能光說他變財無害 你應該講說他有法力的基礎 他有當過市議員 他有當過立委 那麼我想一路走來 就像剛剛昆壁講的 安水性 安就是了解 安水性 就能夠做出一番大事業 他的內容 安法規 我想他將來能夠把內政部 應該是帶到法力的戒信 法力的授以他的 所謂的前線跟分析之內 你提到的 什麼叫資源的分配 難道民進黨就開始要去 對所謂的宮廟 對所謂的人民團體 真的有那麼厲害嗎 我覺得沒有那麼厲害 而且真的這個時代 也不能走回頭路 應該是要向前走 不是在走老套 老套不見得有效 所以還是把事情做好來 會做事 民進黨 一定要為台灣人民負責 這大概應該是這樣子講 謝謝 剛剛這個社長 講到酒駕 拿古拉斯跟江春來比較 說應該要去做一個 謙卑反酒駕的志工團 不用 他們應該要做一個 謙卑反酒駕的18桶人鎮 我隨便跟大家稍微念一下 待會兒我們要談 民進黨中央黨部 新聞部主任孟一超 民進黨新竹縣議員 童仲彥的妻子李秀環 葉宜金辦公室的執行長 前立委張青芳的兒子江春南 還有謝長廷的兒子謝維舟 前立委邱垂甄 還有郭正亮 還有我看 王銘生台北市議員的男助理 行政院的現任發言人 還有高雄市議員的女兒 還有黃偉哲服務處的執行長 還有私改會 現在叫做黨產會的主委林峰正 還有柯建明的兒子 我跟你講 從2011年9月到現在 到現在2018年剛剛好 不多也不少 18個人 這不是18同仁證 那是什麼 來休息一下 要趕快來看一下 18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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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人 有哪些人 古拉斯我們白天前面 因為最近才剛當上 刑警員發言人 結果就被起底了 原來曾經四年前酒駕的紀錄 還被判刑兩個月 但是此外 數一數其實還滿多的 但畫面有限塞不下 這邊要解釋一下 葉玉京是他的助理 不是他本人 絕對不是葉玉京本人 包含林峰正 現在是這個 黨產會的主委 主委 齊佑維生前立委 還標罵警察有沒有 髒話都出來了 然後這個謝維舟是 謝長廷 謝大使的兒子 還有國政黨委員 也是酒駕之後 莫名的沒有被開除黨籍 莫名的繼續當立委 監昭動甚至是還有造勢 包含江春男也因為喝酒 所以他駐新加坡大使當不成 不過回過頭 我們要好好談談 就是這一位 本來應該是這一次 內閣改組裡面 算是唯一的亮點 畢竟以前是主播 想了專業 然後當立委以後 現在進到行政院 要來當發言人 本來是因為他的名字 他英文寫出來這麼長 我們真的要跟這個發言人講一下 您也做過主播跟記者 你知道那個英文 在前面加一個行政院發言人 後面再放你那個英文名字 我跟你講那個名字 就整排螢幕有沒有 整排螢幕 全部都是你的名字 沒有辦法這樣子放的 要讓大家認識你 拿出一點成績來 好好的幫政策辯護 或者是好好的跟民眾溝通 我們對你的就會有記憶點 而不是名字 好 沒關係 我們也尊重你 但酒駕這件事情 對不起 我們沒有辦法認同你的做法 也沒有辦法無視你的黑歷史 更對你後來的表現 甚至賴院長 非把你留下來不可 可能我相信大部分的民眾 心裡都會有點疙瘩 畢竟一個酒駕紀錄的人 來當我們的行政院發言人 就像玉米委員剛剛講的 以後談到酒駕的相關法令 或者是議題 你該怎麼回答呢 對 我覺得這一次 就是這一個新的發言人Golas 他我比較訝異的是說 他過去有這樣的紀錄 他自己坦承說 他沒有跟賴清德院長講 所以表示說 他上面的高層 在不知道的情況底下 任用了他 這樣的情況我很訝異 為什麼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 現在因為民眾 這個小道消息非常多 所以通常你在任用 一個政務官的時候 大家會稍微深加調查一下 就是說你過去 有沒有做過什麼樣的事情 有沒有綠卡 然後有沒有什麼事 大家不知道的 或者是有些私事 應該趕快處理完畢之後 就是不要一上來就惹爭議 這種違反酒駕的事情 而且還被判刑 算是一個比較重大的事情 怎麼會當事人 自己這樣的紀錄 他沒有跟上面 就是要任用他的人坦誠以告 這一點是讓我覺得 非常訝異的 結果這個事情爆發出來 你看結果整個內閣的改組 又失焦了 就是大家討論最多的 變成是這個發言人酒駕的問題 又變成是亮點了 就是而且會變成是焦點 而且變成是爭議的焦點 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原本這個賴內閣他希望說 打出所有的戰鬥內閣 他要得分 其實沒有看到得分 其實現在已經先失分了 而且這個問題恐怕 還是會緊緊的跟隨 就是說這個印記 如果再搭配上 另外一個酒駕事件發生的時候 大家又會聯想起來說 我們現在的行政院發言人 他其實也有酒駕的紀錄 他現在是我們的發言人這樣 我覺得民進黨 還很難面對的是什麼 就是說同樣 他任用隔遠的標準 剛剛大家有講到江春男 當時江春男不行 最後他沒有辦法 出任新加坡的大使 為什麼現在古拉斯又可以 古拉斯有酒駕又如何 我還是可以擔任我的發言人 顯然他自己都是蔡政府 他用人就有兩套前後不同的標準 這當中我不曉得 蔡政府你要跟大家解釋什麼 就是說江春男 跟你們的關係比較遠嗎 然後古拉斯關係比較近嗎 還是說經過兩年的執政 你新的用人的哲學 就是說沒關係 不要理他 通通不要理 外界的觀感通通不重要 只要是我民進黨 蔡英文喜歡的人 就是力挺到底 因為像吳英明 現在大家已經看到這樣子了 吳英明是另外一個例子 因為蔡總統都出面挺他了 所以無論他的風波怎麼大都沒有關係 現在最新的消息是 他都可以不進議會接受質詢 也沒有關係 繼續坐在這個位置上面 我們看到現在民進黨政府 對這個新的發言的態度 似乎是這樣子 徐國勇 他自己是要接內政部部長 還不忘了繼續捍衛說 不會 我敢保證 就是以後這樣的事情不會發生 不過這種事情 真的很難保證 因為有的人 他這個有喝酒的習慣 不是一下子他就可以改過來的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閣員已經開始讓人民 不信任的情況底下 我不曉得將來這個發言人 他的發言就是代表著行政院 然後如果他已經先有 這樣子被質疑了 然後未來的發言 請問民眾要相信多少 我覺得這個都是賴清德院長 他在任命用人的時候 他不夠深思熟慮 甚至發生問題的時候 他們還想要硬拗到底 也不想再去換人 怕說這樣又是折損 會有什麼樣的情況 我覺得這個 已經是一個不好的開始 未來這條路要繼續怎麼走下去 大家值得去關注 好 18同仁證 我也不會了 剛好18個 從2011年9月 平面報紙都整理出來 大家可以去看看 有些你想到 就想到當時新畫面 有些你根本叫不出名字來 總共就是18個 包含了謝長廷的兒子 甚至包含柯憲明的兒子 來 我們焦點回到這個 這個發言人身上 他說他在2014年的時候 然後喝了兩罐啤酒之後 開車回家 然後酒測值高達0.37 被抓到 最後判刑兩個月 大家就緩刑罰錢 但這裡面被網友抓到幾個 很奇怪的點 第一 他說不得不喝 很難不喝 那你就別開車 到底什麼場合 不得不喝 很難不喝 滿奇怪的 我自己也會開車 跟朋友吃飯什麼 如果開車就不要喝 我就杯紅酒 一杯倒一次 喝一個晚上 就是碰嘴唇 碰嘴唇 對不對 對 到底什麼場合很難不喝 非得要喝 再來他說 其實他喝完兩瓶啤酒之後 他在車上睡了4個小時 然後去酒測還有0.37 那兩瓶啤酒不得了 都退不掉 不曉得哪一國的啤酒 怎麼會 我是不曉得 但是一般來說 就算你喝了兩瓶啤酒做酒測 可能都不見得會是0.37 那麼濃 你喝了兩瓶啤酒 你睡了4個小時 然後起來被招到酒駕 然後還有0.37 要嘛就是那個啤酒這麼高 這麼大瓶 要不然就那啤酒超級濃 那個啤酒的濃度 可能跟威士忌差不多 才有可能 怎麼會睡4個小時 還有0.37 而且你只喝兩瓶啤酒 當然就引發一些質疑了 你出來道歉說 對…我如何… 我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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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好像針對這個事情的經過 蘇懷歇一點沒有釐清 憲老師 OK 我覺得他不得不喝 其實有時候 我也可以理解這種場合 即便我們當老師 而且我在經酒當了 你就把陳鑰匙拿出來 對他做中說 那就不要開車 我今天開車我就是不能喝酒 對 你要看狀況 就是我自己當經酒的董事 也十幾年 我非常了解整個喝酒的生態 尤其是高端的白酒 可是我也被淋解好幾次 而且喝酒之後 但是可能是我運氣好 要不然就是我體脂好 所以我都0.00 每次都這樣 你有休息超過4個小時嗎 都沒有 都沒有 比方喝點水 但重點來了就是 你喝了多少 有什麼樣的量 應該自己要把關 所以如果被發生 像這裡面18同仁 有一個我還滿欣賞的 我記得郭正亮講過 他一發生說他自己就承認 他自己就馬上說他錯了 可是你還要找一些理由來解釋 還睡4個小時 我覺得這沒有必要 然後即使他們講的 都兩瓶 拼得4小時 怎麼還有0.37 那瓶到底多大管 這個要不然就他減媒素太差 一般體質太差 當然我覺得理由都不用講 事情就是發生了 現在回講回來 就是還是一句話 就是國民黨任人哲學 真的我實在不懂 民進黨 民進黨 對不起 我也不懂 你醉ع了 我這樣講 沒有 我要講師 我要讓國民黨任人哲學 我也不太懂 是因為他們反差太大 就是我認為 民進黨的認哲學 我剛剛講忠誠度 我們他的政治正確 或者他自己的意識形態 能夠下放 或者他的專制的真正能下達 這樣的人 甚至就清晰 仔細的自己人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國民黨的認哲學也很奇怪 當馬英九的時候 就是完全以道德為基礎 只要稍有瑕疵就不要 所以你也會用了一些 所謂的不夠 矯枉過正 對 矯枉過正 所以這兩邊 我覺得有一個很大的反差 所以我覺得當然過猶不及 但是我覺得最少我們人 生活下來 從小我覺得就應該有一把尺 就是道德之尺 那個尺要自己良度 我覺得我們背使於道德 當我們看到現在的 執政黨所有任用的人 當他的道德技術都沒有的時候 其實我們沒有辦法 去完全接受 這是我的一個想法 當然 你說隨定土壇 亂丟垃圾 被抓到 曾經紅線停車被抓到 這個道德瑕疵 倒是我們可以接受的 可以忍受的 你說這個很有能力 他有犯過這一點 紅線停車怎麼樣 那就罰了錢 乖乖的罰單 那你就算了 沒有造成意外的話 但酒駕 不好意思 對不起 這是零容忍的事情 這叫做零容忍的事情 你們自己民黨也在宣傳證證 說酒駕零容忍 開車不喝酒 喝酒不開車 管你有再多理由什麼 非喝不可 你非喝不可 你就別開車 不是說四個小時胡說八道 怎麼上路還被測到0.37 這樣的說法 就無法被大家所接受 剛剛運營委員問說 不懂民進黨什麼邏輯 非得用它不可 我剛剛稍微思考了一下 當時新加坡 江春南 為什麼不去 為什麼 民進黨這時候不是硬塞嗎 硬塞以後 民進黨說你看不起新加坡 還要硬塞 最後摸摸鼻子把人給拿回來 現在你看不起台灣人硬塞 台灣人反台 你還是要塞 所以你看不起我們 比看不起新加坡還要更多嗎 一個酒駕的人不能當大使 一個酒駕的人 可以當台灣的行政運發言人 所以台灣人民在你心中 是如此的不值 被你們看不起嗎 休息一下 酒駕當然零容忍 不過現在看到我們的 新任的行政運發言人古拉斯 他在四年前 就是有過酒駕的紀錄 可是現在被起底了之後 依然還要繼續做他的發言人 而且沒有道歉 沒有說實話 對 剛剛我講的第一個 就是喝兩罐啤酒 睡了四個小時 還有0.37的酒測池 這滿奇怪的 真的是 就是要超大瓶 巨無霸的啤酒 然後這個他自己也說 他其實不太會喝酒 喝一杯一點就會紅 行政院發言人徐國 對不起 徐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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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徐部長也出來講說 對 我看過他 他真的不太會喝酒 可是 我看過 他看過 他真的不會喝酒嗎 沒有 酒量其實真的滿好的 至少我看到的情況是這樣 對不對 大家很多 那時候還有 正好是因為朋友找我去 吃了一個晚飯 結果沒想到還真的滿多 民進黨的朋友們在那裡 結果那時候 我還不認識這位古拉斯 因為我自己本身 我沒有在立法院待過 我不認識他 只覺得這是一個大美女 結果後來介紹了之後 才知道說原來是古拉斯 結果這一次 看到他當發言人 那時候其實說真的 就看到他一一在跟很多在座的朋友們 民進黨的朋友們在敬酒 所以我就覺得 是滿會喝的 滿會喝的 酒國女殷辭也算是 對 至少也還滿海派的 阿沙里的在那兒喝 所以我還挺佩服她的酒量 今天你發現了 好像從當時酒駕發生的經過 酒駕的原因 到這裡會不會喝酒 都沒有說實話 來 委員 所以說這樣的一個酒駕的 一個帽子的框在我們這個 非常漂亮的行政院發言人身上 我想這是他面對 未來的很大的一個挑戰 我想克羅斯他的其實酒量 就我的理解來說 其實也是相當的不錯的 為什麼兩瓶啤酒就會測 雖然4小時還會有0.37 可能如果照徐國勇的說法的話 他應該說因為酒測的那個部分 是不對的 因為他最常要凹這個部分 可能那個機器剛好壞掉 對 機器剛好壞掉 這才是他一貫的一個說法 這才是他一貫的一個說法 不過剛剛聶教授特別提到 用人有關於提到這個 所謂道德問題 我現在提到道德兩個字 我都非常的敏感 因為我就印象非常的深刻 我在問那個前教育部長 潘文中的時候 拿出很多的市政來問他的時候 他最後告訴我 關宗敏今天為什麼不能當校長 因為他犯了台大領選辦法裡面 第九條的第一項 沒有品格道德 所以我一聽 這是潘文中所講的 所以他講出這句話的時候 我對於所謂的道德跟品德 完全有不同的一個詮釋 所以他今天特別提出來 我必須要去說 賴院長的確在用人的部分裡面 他真的是人不明 像吳茂坤 你去Google一下 他跟東華大學裡面的 一領的170萬 經常要對他提出的糾正 你只要Google一下 馬上打吳茂坤 第一個出來就是這個 他連這個都不會 然後Koloss 其實觀眾裡面所看到 是從維基百科 因為大家都可以上去 加一些的訊息 你上去看一下 就有群眾在上面就有加入 所以你連這樣的一個 所謂的查證都沒有 所以顯然他們這次的用人當中 真的不是會做好太多 太多查證的一個工作 我想賴院長裡面來說 我還是要提出這個 所謂的雙重的一個標準 你剛剛講18同仁證 你剛剛講所有的問題 為什麼今天每一件事情發生 我們都要用放大禁來檢讀 我覺得這都是完全 還是源自於管中民的事件 那麼多的事件當中 你用催毛求辭的方式 來無限上崗的 對一件事情的強調去調查 所以你出來不管你有沒有道理 加上徐國勇 部長 對不起 我要講發言人的 他在說法完之後 對 他的說法之後 完全為他辯駁 所以你就是這個時候 你要審視這一些人 你就是用標準一致來去看 你民進黨今天被大家批判的就是 不是我們不為這些 你新換的這些閣員 來做一個加油的動作 而是你永遠都是用兩條標準 對一件同樣的事情來做看待 這是我們覺得最不齒的地方 所以說以Kolas的意見來說的話 他絕對是一個明日之星 但是他過去的事情 被起底完之後 你這樣拿江春男的這個例子 這樣講你過去的例子 就看你怎麼樣來去說 吳茂坤的例子 管中民的例子 都還是完全源於 在用人的一個標準上面 所以我們覺得今天 沒有辦法對他新的內閣裡面 給他一個掌聲 原因就是在於 你給我們的一個標準 是完全不一致的 所以這就是很妙的事情 其實這幾個裡面 其實我必須要說 包含了郭正南委員 包含了江春男 就非常資深的媒體前輩 他們的態度起碼是好的 又已經承認 然後也沒有施壓幹嘛幹嘛 但有幾個 又是罵警察髒話 罵警察垃圾 我就不要講是誰罵警察垃圾的 那個就是更糟糕的示範 講到了古辣斯 他的說法 其實我想到的人是這位 現在的黨產會主委林峰正 他在2013年4月 當時他是民間司改會的執行長 也惹出了酒駕風波 他的理由是說 參會我喝了酒 本來應該是妻子開車 但是孩子吵鬧 需要妻子安撫 所以我來開車 而且我只開了一小段路 就被領檢了 所以酒駕有規定說 酒駕好 你喝了很多酒 你可以開100公尺 沒有這種事 101我就攔查你 100公尺沒關係 沒有這種事情 什麼本來你要開車 孩子吵鬧要妻子安撫 我換你開車 只開一小段路就被攔檢 就不要找理由 這種就是 我一直很糾結的是 酒駕領容人 而且你出來講話 你根本都在說謊 的確 我想蔡英文主席蔡英文總統 曾經講過 謙卑 謙卑再謙卑 所以因此我們剛才看到 18同仁陣 有這麼多的這樣的一個 民進黨的這些從政同仁 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當然其實玉琴有提到說 他認識古拉斯 其實我也認識古拉斯 古拉斯過去是在桃園市的 原民局當局長 那段時間其實我 我們都有接觸過 其實他是一個 算是滿豪邁的一個 做事也滿謹慎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局長 他有他的優點 他有他的優點 就是說做事各方面 也滿海派的 但是就是說在 我這樣來看說 就是說其實賴清德院長 不會不知道說 其實這一些 他後來轉任不分區立委 他也不會不知道說 他有酒駕紀錄 我相信都知道 但是民進黨一向用人的方式 他就是以他這個 跟他比較親近的 比較好用的人 來去做這樣的一個位置的安排 那也不會因為他說 他得翻過什麼錯 然後讓是不是台灣的社會大眾 能夠接受的這樣的一個人選 然後來去做職位的安排 我覺得這個是民進黨政府 跟一般的社會大眾 最大的差異性在這個地方 但是因為酒駕 這個是一個非常嚴重的道德瑕疵 全台灣的人民其實對於酒駕 已經是非常厭惡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司法的事件 他已經是觸法的事外 已經是觸法的事件 觸法的事件 如果是他的位置 放在行政院的發言人 行政院發言人 我們過去在立法院 都帶過國會的注意 知道這個位置是非常非常重要 除了這個 甚至可以代表國家 來去做一些政策性的一個 宣示的一個這樣的一個角色 所以如果曾經有這樣的 酒駕的一個司法的案件 他是有犯過這樣的錯 他是不是試任在這個位置上 我覺得賴清德院長 真的要給人民一個很好交代 來 先休息一下 真的不能說我喝了酒 然後開車 只開什麼100公尺 100公尺也是可能會撞到人 甚至可能會撞死人的 當時你看簡兆棟 他就是酒駕撞死男子 結果判了一年三個月 緩刑三年 這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而且他還照逃 所以出了事情 還得要自己要認錯 要道歉 你要負責 負起責任來 過去這麼多的紀錄 那麼多的黑歷史 難道還學不會嗎 這個剛剛我們在討論 就是苦辣死 面對現在被起底 不能只是說道歉而已 到底你們是用什麼樣的 道德標準 在檢視你們自己要 任命的官員 民進黨政府 到底還是不是認好 我意思是說 你酒駕低基本上就不是人了 然後你出來也不道歉 那就讓你賴吧 但你去檢視他整個還原的過程 他真的從頭裡都在說謊 而且不只他說謊 連徐國勇都在幫他說謊 他不太會喝酒 徐國勇講的 真的 大家繼續看 今天早上講的 你居然說他不太會喝酒 要嘛就是你根本不知道 不然就是你再幫他一起說謊 我想這個喝酒的問題 對老百姓來說 我認為問題不大 老百姓所在乎的 不是說官員喝不喝酒 假設你把台灣的這個民生國際 搞得非常好的話 我告訴你 你就算賴清德跟所有的閣員 每天都在喝酒 老百姓其實也不會介意 可是開車絕對不能喝酒 這是一條鐵律 誰都不能違反 再來就是說 我認為現在重點就是說 現在台灣的問題就是 沒有施政好 我所在乎的 我認為我個人 我是非常在意兩岸關係 因為兩岸關係關係著 台灣的經濟 台灣的社會文化 台灣的整體的氛圍 對台灣的實惠 今天中國時報有一個新聞 它的標題 他說當年路客處處 如今台人湧入 剛好上一期的商業週刊 他處理了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議題 就是3000台灣傭兵在大陸 紅色半導體大追蹤 這代表什麼 當你的施政結果 如果不好的時候 老百姓用腳去投票 尤其是一些社會精英 3000多個台灣的半導體的精英 離開台灣去大陸就職 造成什麼樣的問題 可是大陸來台灣的觀光的人數 反而銳減 我們今天中國時報就 這個新聞就非常重要 蔡上台兩年觀光產值 少1072億 台灣有幾個1072億 台灣的政府預算 跟這個1072億 比起來雖然很大 可是如果說一年就少1072億 大家想想看 老百姓心裡面糖血 荷包 縮水 這要怎麼辦呢 對 所以 從酒駕這個事情 基本上真的叫零容忍 酒駕最可怕是造成多少 加點破碎 你今天這幾位 除了剪刀凍 真的運氣好 就是還沒有出事就被抓到 那出了事怎麼辦